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照这个夸多 你只需要再考两次 你就可以全校垫底了 程序下降了不要紧 重点是能够把男神撩到手 陈小夕又从网上学到了一些经验 有句俗话不是说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首先得抓住他的胃嘛 所以我们的陈小夕妹子开始送爱心早餐了 一大早就准备好了包子在门口等着 可惜男神没有接受 包子你不吃 那就送油条吧 第二天早早的准备好了油条 可是呢都快等到快上课了 还没有看见江晨下楼 最后又导致让课迟到 第二次爱心早餐还是以失败高中 到了第三天早上 陈小夕天还没亮就在楼下等着了 这次啊 我就不幸遇不到你 只是起床有点早 有点犯困了 陈小夕坐在门口睡着了 江晨为了不打扰他的美梦 骑着自行车又离开了 俗话不是说 男追女隔层山 女追男隔层沙吗 为什么到了本姑娘这里 总感觉俗话都是骗人的 之后在上课时间里受到某位老师的启发 陈小夕决定要写情书 可惜却被老师抓个正着 把情书给收走了 最重要的是 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居然把内容给念了一遍 搞得陈小夕满脸委屈 我们的爱到底飘向何方 是远方还是你的心理 这道老师一万点暴击的陈小夕回到家里扮起了白娘子 唱起了小时候被洗脑的歌曲 可能是唱的太入神了 根本没有注意到金屋的老爸 看到这个剧情啊 让小编想到一句话 他曾经是个王者 后来他爹来了 失败只是暂时的 错过也是暂时的 只要坚持不懈 总会成功 就像剧中的陈小夕一样 和江澄错过N次之后 最终还是在一起了 小伙伴们 你们曾经给同学写过情书吗 还记得第一次写情书是多少岁吗 赶快微信关注 范尔影视 把你们的故事分享给小编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